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梅聊聊生活 我们都知道赌博是违法的 但是在五国的澳门赌博却是合法的 那么要是有人在澳门赌场赌赢了一个亿 那么赌场会乖乖付钱让你走吗 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 如果你赢了一大笔钱 想要走的时候就会有几个人来把你拦住了 让你继续玩下去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桥段呢 其实大家并不用过多担心 那些电影桥段它不会出现在现实生活里 因为澳门它作为全球最大最正规的赌场 他们最重视的也就是服务水平和赌场的信用问题 所以要是赢钱了 不但不会出现代不走的现象 还会帮你提供各种服务 比如说当你不方便携带现金的时候 他们也会按照当地的汇率转到你的银行卡 如果个人有需要的话还会提供安保服务 当然这个是要收费的了 而且你还可以等到自己方便时候再回来取钱 不用担心人家不认账或者不认人 因为赌场里的摄像头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 还有一点要知道的是 就算你赢了一个亿 对于澳门赌场来说那也是小意思 因为在澳门输钱的人也很多 对于一些爱赌的土豪来讲 输个几亿都很正常 澳门赌场那么多竞争压力也真的很大 要是赢钱就带不走了 那么这家赌场征养 怕是也不好做下去了 所以说只要你赢钱了 只要按照规定僵视之后 就可以将钱给带回去 不过赌博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千万不要因为赌博害了自己和家人 那对此大家怎样看呢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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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